包汤最养人,排骨汤,鲸鱼汤,大骨汤,银耳汤,母鸡汤等,每周包一锅汤,全家人喝。 今天做的冰糖银耳炖雪梨,夏天喝点爽口的甜汤,全身都舒塌。 冰糖银耳炖雪梨,不仅是可口的甜品,更是补身体的药膳,银耳有清肺,润肺的功效,富有天然植物性胶质, 加热后的雪梨,有抗癌物质,冰糖又生肌润肺,清热解毒,纸壳化碳等功效。 这三种食材炖在一起,不仅味道鲜美,营养很多层,这甜糖,无论喝多少碗都不会发胖,我每周都会包两次,银耳滑嫩双口,是不可错过的养颜汤品。 女人要常喝,润肤润肺,天然养颜品。 冰糖银耳炖雪梨,主要食材,银耳,雪梨,冰糖。 制作方法,一雪梨七小块,二银耳提前泡八好,三冰糖五,六个。 四水滚开后,放入所有的食材,小火炖四十分钟即可。 不要立即喝,马上半小时再喝,口感更佳,我每次都要喝上两碗,除了喝冰糖银耳炖雪梨,也常喝红豆一米水,红豆一米水通,常会煮一大锅,渴了就喝一杯,如果冷藏起来,喝冰的更爽。 虽然夏天喝冰的东西会对身体不好,偶尔喝一次也没太大关系,银耳,雪梨,冰糖都是常见的食材,简单又美味,抽点时间给自己煲一碗吧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